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农业气象 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山陀尔台风的最新动态 好这个山陀尔台风呢 从昨天到今天呢 真的是移动速度还是非常的缓慢 几乎呢是呈现一个滞流打转的现象 就略微的往前移动一些些 不过呢目前其实已经开始转向往北 以及往东北的方向移动 所以预计呢在明天的这个上午早上 这段时间它的中心就有机会 从台南到高雄这一带来做登陆了 所以要特别提醒台南跟高雄地区的观众朋友们 是有机会呢 是直接受到非常厚实的眼墙来登陆影响的 风雨都会非常的明显提醒大家 务必要多加留意强风跟大雨的情形 那么其他地方呢 沿海的阵风其实也是相当的大的 一样的提醒大家要多加注意安全 赶紧的做好防台的准备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台风的位置哦 它过去这段时间呢 因为啊受到了北方干凉空气卷入的影响呢 强度有略为减弱的趋势 昨天是一个强烈台风的等级 不过目前呢已经减弱成为一个中度台风了 好那么接下来可以看到在过去这段时间呢 缓慢的往北前进 那么今天已经开始有一些往东北的这个分量 所以呢预计啊刚刚提到了 在明天的清晨到上午这段时间 它的中心就有机会呢 从这个台南到高雄这一带来做登陆了 那么接下来路径呢登陆之后呢 原本预计是会从这个宜兰到花莲附近出海 但是因为它登陆之后呢强度会快速的减弱 没有能量让它过山了 所以啊接下来预计会是沿着 这个西班部地区呢往北前进 那么在持续北上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强度也会快速的减弱 预计在礼拜五就有机会减弱成为热带性低气压 不过呢这样子的路径上面来看呢 其实整个西班部地区啊都还是会在它的暴风圈里面 明天的风雨还是会相当的明显 提醒大家务必要多加注意 那么这个台风呢因为它走的速度非常慢 所以其实已经持续影响台湾好几天了 特别是在东半部地区已经连续好几天 降下非常大的雨势 特别是在台东跟花莲地区 这两个县市呢雨势累积起来都是相当的惊人的 台东地区已经有超过1000毫米的雨势了 所以啊在很多地方呢都有发布土石流的警戒 像是呢这个黄色的土石流警戒呢 已经高达了458条那么红色土石流警戒呢 也来到了22条 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可以呢配合政府的相关疏散动作 必要的时候一定要进行撤离 保护自身的安全了 好那么接下来的天气呢可以看到这个山陀儿台风呢 在明天这个早上登陆之后呢 它的强度就会很快的减弱了 水气呢其实也是比较少的哦 那么这个台风呢它没有引进西南气流 所以呢它登陆之后强度减弱之后呢 就会快速的消散呢 这个雨势的部分呢也会快速的趋缓下来 所以风雨最大的时间点呢预计就是在登陆的前后 就是明天上午这段时间提醒大家要多注意 特别是南台湾首当其冲的位置 那么紧接着到了礼拜五呢 它减弱消散之后 紧接着而来的就是东北季风增强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降雨的热点就会有原本的中南部地区 跟东南部地区转成在北部跟东北部地区哦 东北季风迎风面的位置会是降雨的热区 礼拜六礼拜一天呢 东北季风也会减弱 所以就会转成一个偏东风比较稳定 甚至有阳光露点比较好的天气形态了 好所以可以看到在台风尖进的时候 主要降雨的位置就在东南部地区还有南台湾 那么呢礼拜五台风北上之后 东北风增强北部跟东北部地区也会开始出现降雨 好所以可以看到呢在明天礼拜四呢 主要呢就是在北部东半部地区 还有在南台湾持续的游雨 要特别提醒啊这个南部地区 特别是台南高雄跟屏洞地区 台风登陆之前风雨都会非常的剧烈 好那么到了这个礼拜五呢 还是有一些短暂阵雨的 不过主要就转成是东北季风行影响的天气形态 那么周末假期呢就回到一个比较稳定 局部地区有阳光露点 比较稳定的这个好天气了 好那么接下来关心一下台湾近海的风力跟浪况 礼拜四呢要特别提醒的是新竹陆港沿海地区 东西安平沿海地区 以及俄卵比沿海地区 所以这些地方呢都是比较靠近台风中心的地方 所以啊这些地方的风浪都是比较大的 平均风来到了10级到12级阵风 13级到14级都是猛浪等级的风浪 那么另外呢在彭加与基隆海面 平均风8到9级阵风11级 那么在东半部地区呢 平均风是来到5到7级阵风 10级到11级风浪 一样的也是比较大一些的 还是提醒大家要注意了 那么在离岛地区呢 则是要提醒金门海面还有澎湖海面 平均风是来到9到11级阵风 12级到13级 其他地方呢平均风是来到了7级到9级阵风 10级到11级 一样的风浪也是比较大一些 那么接下来关心一下潮汐的变化 那么在礼拜四呢 基隆市的中山区 台南市的江峻区 平东县的恒春镇来到小潮 其他地方来到中潮 离岛地区都是来到中潮的 在提醒大家稍加留意我们画面上面的满潮时间 最后关心温度变化 之前一直有提醒大家 东北季风呢 在明天礼拜四即将增强 所以会带来一股凉空气南下 所以可以看到北部地区呢 礼拜四的高温降到27度 低温也来到23度 开始感受上面比较凉一些了 感受上面是比较湿凉的天气形态 那么呢在礼拜五之后 气温会逐渐的往回升 礼拜六礼拜天高温又会回升到31度 那么南台湾跟中部地区 其实一样的也是礼拜四的低温呢 略微的往下降 来到24度左右 那么到礼拜五白天呢 南台湾的高温就会回升到30度以上了 好那么再次提醒大家 这个山徒儿台风呢 这个来势汹汹 走的速度非常的慢 但是呢在明天就会非常接近南台湾 有机会从台南到高雄这一带登陆 台南到高雄呢 预计都会出现非常剧烈的风雨 提醒这些地方的观众朋友们 务必要加强相关的防台措施 那么其他地方呢也会有风雨的 特别是沿海地区呢 也有机会出现了9到10级 甚至11级的强震风 也是提醒大家呢 容易掉落的物品要赶快固定好 尽早做好防台的准备 以上就是今天的农业特报 我们下次再见